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之前看有一些人的评论就觉得我家的小姑娘的长相并不是特别的忘夫 比较软有可能拥抱一下的话就会掉一身 所以我觉得扎起来才更好一点 还有就是她头发实在太长了 就是那种所谓的长发及腰 如果风大一点我俩出去散步的话整个头发就会蓬松起来 那时候看着确实挺吓人的 不过我特别的知足 这原因就是她对我特别的好 所以说长相这个东西每个人的审美不同吧 遇到合适的才是最重要的 带大家看一下我家小姑娘在做这个肉馅 然后不知道再做点什么 然后这边是煮的那个是土豆吧 反正俄罗森特别喜欢吃土豆 每天都要干四五斤土豆 这是沙拉 就是水果沙拉 还是蔬菜沙拉 先猪熟 猪蹄子 好像我要来的时候把整个屋都给打扫干净了 上次来的时候突然间袭击的时候啥也没有 就点冷 不过也确实挺舒服的今天啊 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 让我们做点有意思的事情 对 开始了 大家再看一下啊 这小锅他们俄罗森特别喜欢有那种特别小的那种小锅 这个是什么 每天就吃这种饼 你们今天老是问我俄罗森喜欢吃什么 他们一般就做饭做三到四天的 或者一个星期的 然后每天就吃这些东西 开始我家小姑娘手巧 你看 整的跟大便一样 看看看看 要涉及 要涉及又涉及 你下招牌我去说明天 又威胁我要卡我的小荔枝 哎呀 阴天啊 在不开灯的房间 当所有的思绪 哎 歇一会吧 哎真好 对象帮我做饭 然后我在这刷新闻 什么东西 我想和干净的男生谈恋爱 我家小姑娘做好饭了 这个是柠檬吗 一点点 不需要太多 这个是柠檬的 温柠檬 太少了吗 这个是柠檬 这个是柠檬的柠檬 是柠檬的柠檬 这个是柠檬的柠檬 好 我要吃柠檬 我做的柠檬 我做的柠檬 这个是柠檬 看挺好吃的 来尝尝啊给大家 我现在开吃了 给大家尝试一下 我家小姑娘做的饭 这个是柠檬 看着好可爱的样子 哇 这个是真好吃 我吃的柠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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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柠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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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做的不明不白的 是香菇还是蘑菇 嗯 这也好吃的 像这个 果然是大厨啊 俄罗斯小姑娘都是 我今天要把这个给全部给炫完 真好 茶都帮我断好了 谢谢 这期视频呢就到这儿了 我替大家尝了一下我家小姑娘的厨艺 确实非常不错 以后就可以找个理由 让她每天给我做饭了 反正呢 我的中餐肯定也会安排上的 主要是我对我这个厨艺吧 一直不特别的自信 所以说还是有必要学一下的 就是你们觉得哪种饭做起来很简单 但是也很好吃 欢迎评论期下留言 那么就下期视频不见不散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